副委员长 我想目前全球疫情的危险程度 副委员长应该很清楚了 207个国家或者地区超过120多万人的感染 但是口罩外交是现在国家的一个政策方向 也让台湾重新站上舞台 这点本席认同 但是站在侨委会的立场 是不是应该优先侨胞跟侨生 我们7万多侨生 将近200万的侨胞 他们的需求 我刚才也听到你们的报告 也看到你们提供的书面资料 都有采取一些措施 但是我想我有十多个海外侨社的群组 多年来我跟他们一直都有来往 实际的情形恐怕不能用统计数字 我们有这些政策就可以解决了 我所了解 侨委会在各地外馆的工作同仁是非常少的 这是编制数 你的工作能量有多大 侨胞不是通通集中住在加州 或者住在DC 或者住在伦敦 不是 他善居在这个侨居地各州各乡镇 他是不是都有资讯 都有网络 所以我想侨委会应该是不是结合 各地 各国的侨社 各种老侨 新侨 台侨 各种团体 来掌握 怎么样很快速的把台湾 把母国可以提供他们的口罩 或者医疗资源送到他们手上 我希望侨委会在一个月之内能够给我一个具体 目前从国内送出去口罩 医疗资源到侨胞 或者侨胞的社团手上有多少个 给我一个数据 否则的话 都是用一个统计数据 是很冰冷的 我这十几个 侨社的群组 一再跟我提出来 拜托 吴委员能够在咨询的时候提出来 我们需要的是具体的东西 而不是数字 统计数据 第二个我想提一个 你们马上可以做得到的 跟卫福部协调 对于每一个侨胞的住在国 提供两件事 第一个网络上的防疫卫教 这个医疗机制我们卫福部做得很好 跟博留都远距做一个医疗咨询 第一个部分是对侨明 侨胜做防疫的卫教 告诉他们 虽然各国都有做 目前台湾做得最好 把这个影片送到各外馆 透过各种管道传输出去 让他们有一个点阅率 他就会成效 第二个叫做防疫的 医疗咨询 有很多委员提到 很多乔舍说 我年纪大了 我们两夫妻在家里生病 又不敢出门 在美国看病 在欧洲看病很痛苦的 要预约不是你去就可以挂 你不够急诊条例 我想您在海外住很久 在欧美要医疗是很痛苦的事 那你怎么样帮助他 给他个初步的医疗咨询 是不是请卫福部的专家 拍好一个影片 配上各种不同的语言 可能有些老乔 中文都不是很好了 发送到外馆 告诉我们的乔民和乔生 我们五国有给你这样一个防疫 卫教医疗咨询 我想这是马上可以做的 是不是请乔委会尽速去做 做了以后给我办公室一个回应 确实什么时候上线 或者把内容给我 我也透过我的管道 跟海外这些乔舍群组告诉他们 乔委会 卫福部我们国家为他们做的些什么 我想我需要的是具体的数据 而不是政策上多少人 我们已经发了多少口罩到美国到欧洲 请问你发到侨胞手上的有多少 加州有多少 维基尼亚州有多少 这个才能知道 是不是帮到他们手上了 我希望政府做事情能够更具体 最后一点点问题 就是问海华基金会 一句话 你所提供的资料 里面看到的是 你的业务费逐年增长 你的活动数量逐年减少 所以你会目不到 很多台商 桥商或者热心人士的捐助 让你的运作会困难 这一部分我请 你们基金会回去重新调整 给我一个资料 不希望是把内容做调整 把这个差额补上来 我在公务门服务四十多年 我很了解预算编制的情形 所以请做具体的事情 来回应本席好吗 好谢谢 好谢谢委员